随着一代赌王何鸿燊的去世消息传来 赌王这个名字也再一次地轰动大江南北 原因是何鸿燊这个人实在是太厉害了 可以说在很多领域都有他的贡献 而在何鸿燊的葬礼上前去吊咽的人不计其数 而赌王女儿何超莲带着窦霄一起现身之后 外界已经知道赌王家族是公开承认了窦霄的准女子身份 所以两个人索性大大方方地秀恩爱了 在最近8月25号是七夕情人节 两人更是秀了一把恩爱 据悉何超莲特意去南京旅行 白天一直在吃吃喝喝 外界都在疑惑 为何没有和窦霄一起过情人节识 到了深夜窦霄安排的神秘礼物终于登场 面对男友的特意安排机器人送来的鲜花 何超莲笑得十分开心 不得不说何超莲这种等级才是真正的豪门千金 住酒店都要随身带着造型师 起完头发可以一边吃宵夜 一边享受造型师为自己打理头发 明媛果然是连睡觉从头到脚都精致美丽 但是即便是再高贵优雅的名媛 在爱情和男友面前也会化身小女人 在接电话的时候 何超莲的表情就已经抑制不住的惊喜甜蜜了 虽然穿着简单的浴袍也没有精心打扮 但有人宠爱 何超莲眼神有光显得格外好看 反观窦霄 为了给女友准备惊喜也是煞费苦心 众所周知 现在机器人服务因为太超前又稀少 所以价格也不是常人能负担的几单 但是窦霄毕竟也是出道多年的大明星 再加上何超莲出身豪门 一般的小动作他也瞧不上 所以窦霄为了哄女友开心也是下足了血本 对于这个女友 窦霄一向尊重并宠爱 任何节日都不忘为何超莲准备惊喜 此前何超莲生日他不能陪在身边 还特意选了时间 视频并精心准备了礼物 之后还补办了烛冠满宴 看到自己这么好的男朋友 何超莲自然也是投桃报李 此前赌王葬礼 何超莲就带着窦霄以豪门未来女居的身份 为赌王送终 再之后两人更是平凡秀恩爱 何超莲经常甜蜜的晒男友 在家里健身的视频 看来他们已经发展到同居的地步 三太爷墨许了女儿 将来要和窦霄一直走下去的事情 其实 抛开现实层面的东西 窦霄和何超莲真心十分般配 何超莲是赌王所有儿女中 长相比较漂亮的一位 窦霄更是高大帅气 两人在一起就是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那么两人的感情背后真的如此简单吗 接下来就让郭憨憨带大家一一揭晓 第一 窦霄和何超莲为什么会相爱 第二 窦霄真的被豪门认可了吗 第三 爱情背后的利益纠葛 那么窦霄和何超莲为什么会相爱 首先因为爱情 早在两年前窦霄参加节目时 就透露了选择配偶的四个标准 第一个是善良 何超莲非常喜欢做公益事业 并成立了一个慈善团队 作为队长 他经常带团队成员去做公益事业 其次是理智 虽然何超莲作为赌王的奸金宝贝 但他通常工作非常努力 热爱学习 文化素质高 散发出知性女性气质 然后是可爱 窦霄的妈妈曾经说过 女孩不一定要漂亮 但她们必须可爱 因为可爱的人是善良的 窦霄非常同意妈妈的说法 何超莲平时不炫耀自己的财富 也不穿奢侈品 他经常穿朴素的衣服 牛仔裤和运动服 他喜欢玩猫和吃东西 喜欢像普通女孩一样追明星 本质上是个非常可爱的女孩 最后是希望这个女人 在国内外都有最好的生活经历 而何超莲在英国学习 这样一看 似乎所有的感觉 都符合窦霄的择偶标准 反观何超莲则在参加活动时 称赞男友的好品格和雄星 并说他妈妈也知道这段恋情 似乎何超莲非常爱窦霄 这两个人真的很般配 也难怪他们如此甜蜜的喜欢对方 其次三观一样 窦霄的眼光很高 光有家世还不足以被他看上 窦霄家庭背景也很强 家里并不缺少 所以和何超莲在一起 除了门当户对 还有三观一致 性格脾气相投 何超莲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也表示跟窦霄的价值观是一致的 两个人很合得来 何超莲的家庭教育很好 无论是谈吐还是气质 都要比大部分的女明星出色 窦霄会被他吸引也是很正常的 然后两个人都很优秀 势均力敌 2007年 加拿大中文电台举办选秀比赛 窦霄一战成名 一年后他回到中国 进入北京电影学院学习表演 大学没有毕业 他参加电影《山楂树之恋》的试镜 得到担任男主角的机会 随着《山楂树之恋》的上映 他顺利在国内走红 2017年 传奇剧《楚桥传》热播 窦霄扮演古代高富帅燕巡 一时间风头无两 这两位长相清俊的明星 家庭出身也是非常好的 他的爷爷是文工团的团长 还担任乐队的指挥 他和父亲曾是乐队吹单黄管的 在他四岁的时候 就移去到了加拿大 这让他更加具有了国际事业 他的最大成就 还是在演艺中获得了奖项 何超连就不用说了 人美心善 在娱乐圈有很多好友 也会在私下场合参加公益 更是被刁钻的港媒 评价为香港第一名元千金 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女孩子 正是因为这些原因 两人郎才女貌 自然相爱了 那么窦霄真的被豪门认可了吗 首先家世背景 两人插具悬殊的身份 就让很多人觉得 门不当户不对 虽然窦霄在娱乐圈的起点很高 出道第一部作品 就是和张艺谋导演合作的 山楂树之恋 窦霄还是当之无愧的男一号 从北电毕业后 加上有这部成名作的加持 窦霄也顺利入圈 而且之后的资源也并不差 私生活也非常简单 几乎没有丑闻 再加上窦霄的家境也并不差 15岁就移民了加拿大 在国外接受的教育 和张绍涵 彭于燕还是同学 能够小小年纪出国念书 家境自然称得上优越 可惜这样一个 根正苗红的娱乐圈好苗子 在家世接近于完美的 何超莲面前 还是显得有点不够看 何超莲 澳门赌王何鸿燊 和三房太太的掌上千金 赌王儿女众多 但是何超莲绝对称得上 是最受宠爱的一个女儿 虽然何超莲的母亲三太 陈婉珍并不受宠 但是何超莲却深得赌王欢心 所以和含着金钥匙的 何超莲相比 豆霄想要得到认可并不容易 其次 何超莲的上一段感情 适合在娱乐圈的吴贺群 这也给豆霄被认可增添了难度 要知道 何超莲和吴贺群 维持了四年的爱情长跑 原本大多数人都会认为 公开修成正果 吴贺群也已经见过家长 可惜 最后两人却闹到了分手 分开的原因 双方都没有正面回应过 何超莲却在社交平台上写下 这是我最后一次为你留泪 我要往前走 之后 台媒也爆出何超莲十分受伤 疑似是因为吴贺群不婚主意 两人才分道扬镳 虽然现在原因已经无从考证了 但是因为和吴贺群这段失败感情 赌王一家人心里 也埋下了一颗看不见的刺 可见豆霄不被认可 并不是因为不够优秀 而是和赌王家复杂的家庭背景 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何超莲的情史 也给他们增添了不少阻力 爱情背后的利益纠葛 赌王家的豪门争斗何其惨淡 四太梁安琪这两年一直独秀 巧合的是 四太最宠爱的儿子何宪君 也是一个和娱乐圈拖有渊源的人 绯闻女友西梦瑶和豆霄还是好朋友 和四太喜欢高调不同的是 三太陈婉珍几乎很少抛头露面 大多数的时间 都是在赌王身边最安静的一个太太 可是这两年 赌王家的争斗何其惨烈 三太看似不争不抢的恶性 也正是她能够平安化解的原因之一 而现如今 女儿再次高调地搭上了娱乐圈 三太的态度可想而知 之前就有港媒报道过 当被追问到和豆霄的这段恋情时 三太现场就黑脸 也正是因为两人爱情背后 还有家族产业斗争的利益纠纷 两人的爱情之路未来在何方 应该何去何从 也是无法有个定论 可是爱情里永远就是这样 并不会按照套路出牌 这样重重阻碍面前 豆霄还是和何超连勇敢地相爱了 跑开这些外界因素不说 两个人其实还挺般配的 真正的爱情一定是相互信任的 不管外界的人怎么看待对方 你依然会觉得 对方是世界上最好的人 你依然会觉得对方真可爱 哪怕全世界都跟你说他不好 你也只是笑一笑 依然一如既往地对对方好 这就是真正的爱情 彼此相互信任 没有其他附加条件的爱情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 希望小伙伴们收听愉快 咱们下期再见 不见不散 对 没有啦 其实就是因为 来香港不是吃海鲜吗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圆 好 反正呢就是大家一起就是吃海鲜 然后Fiona也在 然后呢他就是很先生们 有帮我播那个赖尿虾 因为是香港的赖尿虾 然后他有帮我播那个壳 然后Fiona就很记得这一幕 所以呢刚刚也说出来了 对 就是他是一个很好的 很好的很张次门的一个人 因为他还在拍戏 所以可能没有时间过来 而且对啊 可能等他拍完戏以后吧 现在他比较满 低调一点比较好 低调一点的话会比较就是长久 这太高调的话不好 他目前阶段你比较喜欢 什么样的都要符合什么样的性格 知性 然后善良 善良要排首位 可爱 我妈就跟我说 女孩子不一定要漂亮 但是一定要可爱 因为只有可爱的人才心地才善良 对对 中国还是外国的 中国人还是外国人 最好是有两边生活经历的吧 因为我有时候 我现在还好一点 我越来越好了 我之前是有时候 敢装英语 对对对对 就经常碰到不会说的话 我会碰英文单词 那就别人会觉得你很 装 很装 对然后呢 但真的不是装 那个词汇量真的有限啊 对不对